一见真心 信辉信哲 彼是真心离题 真心离题的见性 它是真心本性的最纯粹的东西 所以叫做真心 它的体性本来没有心 信辉信哲 就是真心理性的见性 本来没有这些妄想 没有见分相分的妄 这些统统都不可断 故不明见 因此之故 真心理性不叫做见 也不叫做闻 也不叫做朽长觉 也不叫做知 因为它没有这些假象 现在我们所有的一些假象 那都是希望不是的假法 没有实体 所以不能把这些妄法当真 你轮回就没有了其 我能印象对于这个真妄分不清楚 到了这里应当是把这个 别业妄见同分妄见的两种分别 应当已经能够了之分得清楚了 由此可以体悟到手楞严妄三万 我们学佛 也是学这一套 目标就是不要被这个万进所转 现在我们都是以凡情看一切法 一切都是真实的 由此执着很重 什么都会生起执着 那么这个执着放不下的话 上司不可能了 那么佛断定这些一切都是忘 都是假的 都没有实体 那么如果你真正明白这个道理 才能把一切放得下 学佛 才能得到真实的受用 一般的人 往往只是在 佛法的明相上打转 真正要求 断除妄想的这些功夫 都没有真正去下功夫过 因为没有真正去下功夫 所以啊 得不到佛法的真实受用 这段文字虽然是很不容易体会 他所说的用意啊 就是说一切法 你要用假罐去灌它 不要自食 假如能够以假罐来灌它 那么一切万法就不会被他所转了 心就能够转静 要用心转静 要懂得这些道理 不懂得这些道理 静就转不过来 举个例子上 从前有一位 参禅开悟的禅师 他一个人在毛棚里打坐 参禅 到了半夜他还在打坐 哎 来了一个小偷 这个小偷 因为这个禅师在毛棚里面 有什么宝贵的东西 他就跑进去偷 跑进去偷 他进 因为这个禅师的门也没有锁 没有关啊 他正在这个 厅子上坐在哪里打坐的时候 他因为这个小偷一进面 看到禅师在打坐 眼观比比关心 都不动 他因为他坐在哪里睡着了 因此这个小偷就进到 他的房间里面去 翻箱倒笼啊 找这个好东西 找了一些 很少很少的铜板 几个钱 跟几件比较新一点的衣服 其他也没有东西 他找到这些 他就只有这一点点比较值钱的 他拿到了 又从正门要出去了 他走出来了 要走了 禅师就说 来来 你回来 他觉得这个禅师 他是知道他拿他的东西 好像麻烦了 但是也不能不回去 你拿这个东西 我可以给你 不过你啊 现在 你来跟我这个 后边的佛像 你想佛呀 说声谢谢 打过问信 释迦牟尼佛 谢谢 你这个东西给我 说声谢谢 说 我这东西就 你拿走好了 没关系 他就照禅师说的好 他就对佛说 谢谢 谢谢 他就走了 东西也就带走了 实际上几个铜板 也不算什么了 这个情况 加入普通一般人 找了小偷来 你想怎么样 跟他打架 或者是 这个用种种的方式 来对付他 这个老禅师 明明看到小偷进来 他不理他 让他进去 东西都好了 他没有让他走 而叫他回来 回来做什么 叫他跟佛说一声 谢谢 谢谢说完了 东西还是给他 带走了 过了相当一段时间了 这个 他既然是小偷嘛 不但是偷老侯让啊 他也到其他地方偷 到另外一个地方 又偷人家的东西 结果被人抓到了 这个被人抓到了 这个小偷送到 这个 这个 警察那边去 那么就审问他 你偷了多少东西啊 还偷谁的啊 那么当时 结果他把牢上 那边偷的东西 也说出来了 我在牢上 师傅那边偷了什么东西 那么因此警察 就去请问这个牢上啊 把这个小偷带去了 师傅啊 这个小偷说是偷了你的东西 是不是真的啊 这个老侯上说 没有 他没偷我东西 他自己说的嘛 他说偷你的几个铜板啊 还有几件衣服啊 不是吗 那是我送给他的 我送给他的 你怎么送给他啊 他说他还跟博士说谢谢嘛 如果不是送给他 他还说谢谢吗 没事了 因为他说过谢谢 而这个牢上证明说 不是偷的 是给他的 你想想看这个老人的 这个牢上的心境 啊 跟我们普通平常人 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而小偷抓到了 他没有说他的罪 哦 没有说他偷他东西 他反而说 我这东西送他的 减轻他的苦恼 而且说 他跟三宝说谢谢 那么这是三宝给他的 没事了 不是偷了 你能这样做吗 哦 这就可以看出 真正有修的人 真正能够放得下的人 他不会把那几个铜板 把那几件衣服 看作是他的 有因缘 送出去 好了 所以我从前 民国三十七年 在中立元光市 心境慈老的时候 我曾说过 慈老同南洋 带一个自民钟来 啊 这个自民钟 外向很漂亮 放在他的房间的 这个 这个桌子上 平常看书啊 这钟放在那边 呃 大概开学后 不到半个月吧 有一天呢 那个钟 跑掉了 失签了 不晓得是谁拿走了 呃 如果是普通一般的 学院 或者是学校 那还得了啊 毕竟要 每一个学生都查 都要 审问 都要把他的东西 都查出来看 看谁拿走 老法师 没有这样做 他不但没有这样做 他在上课的时候 公开说明 他说 我从南洋 带来一个小钟来 外表很好看 没错 放在我的桌子上 我只有这个 不晓得谁要 我得送给谁 我正在 我一南 想要布施啊 找不到对象 不晓得要送给谁 哎 现在呀 要的人 他自己拿去了 这好了 我的问题解决了 我不必另外找一个 可以布施的人 那么他要 他自己来拿去了 我还得谢谢他 你想想 慈航 老法师 他的心境 我当时听到这里 我眼泪的流出来 因为没有别人来啊 这不一定就是 里面的人啊 但是谁呀 也没有人 因为这一件事情去 融得鸡飞脚 狗跳 大家就这样的 老法师 说了这么几句话 就过去了 那么终也没有跑出来 结果就真的布施出去 所以呀 当时 福学院里面 这么多人 最多的时候 九十几位学生呢 四众都有了 最多九十几位 那么后来 剩下三十几位 可是 只有老法师 一个人 管理这些学生 没有事 平平安安 一点事情都没有 普通一般啊 还有训导啊 还有建学啊 还有什么什么 还有什么组长啊 还有班长啊 读得很 可是 还是这样的事情 他一个人办事 没事 这就是德望 德望 真正有的 能感动人 只凭他那个终 实际上 他用这种方式来表现 没有一个学生 不敢动 我想真正拿这个终的人啊 我想他心情也毕竟也很难过 但是已经拿来了 也不好拿出来 那么因此之故啊 就说用头拍子 就是说 没关系 用这种方式 问题就解决 所以 如果 真正懂得佛法的人 值得我们学的地方太多 我们要从这些地方 小处找眼 下点功夫 不是像一般普通凡夫的那些知见 那实在 学佛得不到真实受用 前面是尽别立同 把别业望见 来立同分望见 使同分望见很难了知的 现在有别业的立 可以知道 应当要清楚 别 一个人是别 多人就是同 而多人当中 也又有多同别 例如说 这一国 大家都看到了 同 各别那一国 就是别 那么来自 整个他方世界 后边的 退同 立别的文字 就可以看得出来 接下去 现在经文说 哦呢 如比众生 同分望见 立笔望见 别业一人 一笔目人 同笔一锅 笔见 缘云 心旺所心 持重同分 所见不祥 同见业中 张恶所骑 既是无时 见旺所生 这就是以同分 退到进这个前面的别业里面 来加以分别这个同分的道理呀 跟别业 有许多地方是相同的 所以佛对欧乃说 如比众生同分望见 比 是前面一锅 都见不祥的那些众生 他是同样有这一份业力 有这一份望见 那来立笔 望见别业 就是别业望见那个人 那个别业望见那个人 只有一个人 眼睛有并看到 五种彩色的灯光的原因 一笔目人 立笔 同笔一锅 以此为例 一个人 眼睛有并 就像整个国家的人 同样有这么一种的业感 同样有这一种果报 比见原也 兴旺所生 那么 比业望见 所见到的灯光上的原因 是因为他眼睛有心 有病 有这个望法 伸出见到这个 圆光里面的影子 有这个五种重叠的原因 那么这个众同笔的情况 跟他一样 所以说 持众同笔所见不祥 同见业中张物所齐 大众同笔 由这个业力所见的不祥的境界 跟那一个人见到原影的情况 像同的 同见业中张 二首期 这是执众生同分望见的剑业当中 所取的欧业 张 是山 生物中的这个一种 这个气不好的 这个脏气 这种这个脏气啊 山林中 那个就是潮湿啊 太阳晒啊 生起的一种毒气 那个毒气就叫做脏气 人碰到了 会中毒 而且会死人的 从前 少人到的地方 深山林木里面 很多瘦叶子落下来 石器很重 太阳晒不到 那种的煤气 人碰到 会生病 所以叫做脏 现在这里的脏是比众生的业 烦恼业 众生的烦恼业 好像脏 所以叫做脏 脏 众生共同 共同有这个烦恼 造业 发生这种 果报的 苦报的现象 所生起的这种同分望见的境界 居是无时见望所生 统统都是无时见来 自己根本无名所生起的 贪生之能望 这个希望的烦恼 周夜 生起来所造的原因 而成就现在的同分望见 受这种的果报 历年福提三千株中 监视大海 娑婆世界 并记十方诸有乐国 及诸众生 同是绝名无乐妙心 见温觉知 希望并缘 呼呼望生 呼呼望死 这是总说明 三戒六道终生 龙会生死 总因 就是同样有这个 根本无名的业力 以此为例 可以知道 我们这个 严福提南战部州 三千州 总值南战部州 所有的国土 兼待四大海四大部州 整个娑婆世界 并记十方诸有乐国 乐比烦恼 凡是有贪生之烦恼的 有乐的世界 有乐的国土的众生 同样 都是绝名无乐妙心里面 在真心里没有这些事情 而是无乐的境界 但是众生有乐 有烦恼 所以生起这个见温觉知的 希望病源 这个病是希望的 不是死灾的 所以叫做希望病源 由此有活活望生 活活望死 怎么叫做活活望生 活活望死啊 不了违心 不知道一切违心造的境界 月份追求 过分地去追求 这个叫做活活 由这个活活去造业 大家都这样造业 在无生中受生 本来没有生死轮回 可是现在有了龙徽生死 那么这个龙徽生死 是本来不必受的 所以叫做希望之生 焉望之生 希望之生 叫做活活望生 旧业还没有完 新业又造成了 旧的业还没有消完 随缘消属业嘛 旧业还没有消完 新业又造成了 而这个新业造成了 也要说吧 旧业新业都要受报 这个叫做活活 新业继承了 旧业报尽了 那么因此旧业报尽 新业继承 就继续受报 由此再 由这个第八欧乃耶稣 迁东啊 再去受生 不必死中 而受忘死 第八欧乃耶稣 最后 所谓 最后来先做主翁 本来没有生死之中 而受这个希望的 龙徽生死 总而言之 三界六道 所有众生 受生受死 轮回不断 都是由 自己造的业力所成 所以总结说 若能远离 诸活活远 既不活活 这幅灭除诸生死因 圆满菩提 不生灭性 清尽本心 本觉常住 这是叫人啊 要断烦恼 要了生死 要成佛道 我们学佛 如果能够远离 前面的造业 轮回生死的 活活的住缘 并不活活的住缘 不管他活活不活活 统统都是 龙徽生死的根源 那么能够把这个 起祸造业的 这种情况 把它去掉 就能灭除 诸生死因 种种生死之因 从此消失 就是断烦恼 了生死 那么从此之后 生死了了 正到无上菩提 圆满菩提 不生灭性 菩提本来不生灭 菩提就是绝 本有的绝性 就是这个 本觉明心 如来让妙 妙真如性 这个真如自性 里面本来就没有三面 所以他本来就是 不生灭的自心 正到这个自心 那么 清净本心 本觉常住 自己本有的 清净的本心 从此完全显现 本有的绝体 由此恢复到 原来常住的境界 假如能够从这里 体悟到诸法 本有的自性 得到本觉明心 由此清正自性的话 生死就可以 从此断除 不必再受 轮回生死的情况了 这是第九番 科曼叫做 旧见经 婆春 同分望见 别业望见 弦见性 是本觉明心 那个真正 本有的 见的自性 就是本觉 本有的绝体 它本来是光明的 就是真如自性的真心 那么现在我们所见的 无论是别业 无论是同分 统统都是希望 那都不是实在的 那都是假的 所以众生就被这个望法呀 在哪里轮转不息 所以这个论通别呀 一个人当体是别业 多人同友 受到这种境界 那是同分 就是共业 一个人的业 叫做不共业 自己个别去受 那么如果大众 所看相同 比如我们大家都是人 我们看到的一些境界 一些三好大地 宇宙万有 看起来 你看的是这样子 我看的也是一样 彼此大家都相同 这个就叫做同分望见 同分 同 同者通也 大家通通 共同 见到这种境界 我们见到的是 我们的同业所感 例如我们看到水 我们人看是水 天然看不是水了 天然看到水呀 是琉璃 他看到水是琉璃 而第二 二回众生看到水呀 就变成火了 燃烧他的了 所以个人的业力 所见不同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相同的 就是我们大家共业所感 那么就是 我们现在大家共同在这里 研究佛法 研究教理 学习这个佛所说的 这个圣言量 所有的研究 那么这也是我们大家的同业所感 也是都生同 共同 接来的缘 假如彼此没有缘 没有这个机会 你纵然想要听吗 也得不到 为什么 没有这个助缘 有轻音没有助缘 不能成就 有助缘没有轻音 也不能成就 要因缘 有因有缘 轻音助缘都具备了 才能成就这个结果 那么今天我们大家能够 互相来研究佛法 也是大家都生竭来的法缘 假如没有都生竭来的法缘 这个法缘也不会成就 所以我们要珍惜 这个多生竭来的法缘 好好的修学佛法 希望能够往前进步 乃至断烦恼 了生死 道成不道 那么到今天为止 第九番 显见的道理说完了 第十番 破活活不活活的道理 留下这条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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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叫做南圣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